说到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还是LA? 其实都不是 根据数据表明,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是在美国的东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 也就是我所在的地方,Memphis 那生活在Memphis,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让我来带你看一看吧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密西西比河经过的沿岸的一个公园 这里呢,其实离着市中心是非常的近了 就是所谓的Downtown 直至于往前走呢,大概就到了Downtown最繁华 但是也是最乱的地方 平时的话是,我是很少回来这里的 Memphis的总人口呢,大概有63万 其中黑人的占比就有65% 所以这里是妥妥的黑人的天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公园是很漂亮的 平时也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散步啊,游玩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起很恶劣的抢劫事件 有一家四口从欧洲搬到这里来 他家的丈夫可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呢,就是在Downtown 所以他住的地方就在这个附近 他那天早上起来在这个公园里面乘跑 也就是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个抢劫犯 这个人他身中一枪就不知身亡了 这个观光的浏览车呢 我第一次来Memphis的时候 大概在9年前 这个车还是运行的,这个观光浏览车 但是现在呢就已经荒废了 完全没有人在经营的样子 我刚才走过这条街道的时候 就看到两个流浪汉 就是没有穿上衣 就穿得泼泼烂烂的 背着两个包就坐在那里 好吓人啊 我就赶紧从旁边走过了 就没有敢在这里逗留 其实我来这个地方的次数 屈指可数 有人陪着的时候可能会好 所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附近逗留 很危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Memphis最著名的一条酒吧街 Bale Street 今天呢 其实我看周围的游客还是蛮多的 但是我刚才下车看了一下 我最好还是不要停下来在这边闲逛了 街上真的有很多的流浪汉 跟看起来不是很正常的人 现在这个时间 这条街上还不是很热闹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很热闹了 我个人是从来没有在这条街上消费过的 就是没有来过这里的酒吧或者是饭店 它一般是到晚上的时候 酒吧里面才会有爵士乐呀 各种的音乐的表演 所以大家就会喜欢在这边喝一杯 然后聊聊天 听听音乐 在街上走 你就可以闻到很重的大麻的味道 所以太多的人在这里吸毒啊 贩卖毒品啊 等等 我也不介意你 如果你来参观Memphis的话呢 这条街白天可以走一走 但是晚上的话呢就不要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NBA灰熊队的主场嘛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建筑 FedEx的体育馆 如果你是灰熊队的粉丝的话呢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打个卡 大家可以看到Memphis的Downtown 最近在施工的地方很多 很多房子都很破破烂烂的 曾经的Memphis呢还是很繁华的 这里曾经一度是田纳西州的州府 但是大概在20年前 Memphis上任了一个新的市长 他执行了一个很错误的政策 就是把穷人跟富人给分开了 他当时画了一片地 建了一些房子 很便宜的那种廉价房 然后就给这些穷人住 结果就把大批的穷人聚集在了一起 而且这些穷人呢 他大部分是黑人 所以就导致Memphis一下子 很多的黑人跟穷人就聚在了一块 那白人或者是有钱人 他慢慢的就要搬离那块地方 远离那个地方 这样呢贫富差距慢慢的就显得更大了 更多的人呢就选择了离开Memphis 从此Memphis就一蹶不振 这里的犯罪率呢真的很高 大概每10万人里面就有2400起的暴力犯罪事件 最近我就听说了有很多人的车被偷啊 或者是车窗户被砸 就有人说其实这些人呢 他砸了车窗在车里找的呢 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们其实是想要找枪支 但是我个人感觉 其实Memphis的贼都还是那种蛮笨的贼 他并不是蓄谋已久的 而只是一时的兴起 就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在河边 早上起来跑步被抢劫的人 其实你说你去抢劫一个早上晨跑的人 他身上能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那你可能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 你由于紧张 他一反抗 你大概就开枪了 这样一条人面就消失了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他的家人也为此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我现在呢开往Memphis最主要的一个大学 就是Memphis大学的小学里 也就是我现在所就读的研究生物的学校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Memphis大学的健身房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铁路 铁路的北边 主要的校区都是在铁路的北边 但是其实Memphis大学这个附近并不是很安全 我就会经常收到学校的邮件告诉我 某某停车场发生了抢劫啊等等这样的事情 相对来说呢 铁路的北边会好过于铁路的南边 铁路的南边这一块就比较乱 像那边的那些房子 离学校也很近 但是如果有同学来这边留学的话 不很建议他们去租铁路南边那边的房子 因为那边不是很安全 其实Memphis大学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治安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 2022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起恶性的绑架事件 当时那个受害者 她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早上起来四点多的时候 在我们学校这个附近 晨跑 就有一个人把她拐进了一辆黑色的SUV 就把她带走了 两天之后呢 警察是在别处一个荒废的房子里面 找到了她的尸体 当时这件事情在Memphis还是蛮震动的 因为我就有朋友的朋友 认识那位受害者 所以平时放假的时候呢 我是很少来学校的 假期的时候呢 学校里的人就会比较的少 如果你不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不要在校园里面闲逛 003等的说了这么多 所以到底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里面生活 需要住一些什么呢 其实总归到底呢 很简单 你了解这个城市之后呢 你知道某一些地方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自己的话就不要去 不是迫不得已 你就不要去那些地方 美国东南部的这种 我叫它农村生活呢 是跟城市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这边的娱乐呢 是很简单的 大概朋友聚在一起啊 或者在家里面做做饭 或者大家一起去交游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自然的景观 一些公园呀 可以hiking呀 可以去野餐啊等等的地方是比较好玩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像中国大陆那样的夜生活的玩法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很少能有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无论去哪里 都要跟你的家人朋友报备 我一般是只要出门 就是有一个绝对的目的地 有一个目的性的 所以我就会告诉我妈 或者是告诉我的朋友 我现在要去某某某地方 或者我要去找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我打开什么时间到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天黑不要出门 像太早不要出门 太晚也不要出门 总体来说 我在Memphis生活了这七八年 并没有遭受过真正恶性的事件 但是毕竟你知道这个城市不是那么的安全 有时候在家里呢 甚至可以听到外面有打枪的声音 其实就是打空枪 它也不是真的去杀人类呀或者怎么样 我相信只要是你来美国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呢 毒品呀枪支啊 某一些时候是合法的 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知道某些事情不要做 就不要去尝试 好啦今天就要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美国的生活 或者是你对这个城市 还有更多想了解的话呢 你可以留言 我会耐心的回复你 更多的是支持我这个新近的YouTuber 请你订阅关注 我会不断的分享我在美国的生活 之后我还会分享 我在美国旅游啊等等的一系列有趣的事情给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 拜拜